現在開始 全體縮立 中華會館 左右兩邊的房地站 準備出來建築這個老人的公寓 大家都知道 要建築這個公寓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我會滿懷信心 繼續承擔興建老人大廈之重任 一定實現之前的承諾 為老人爭取得多個社會福利和公益基金 我會滿懷信心 這是去年的最後一天 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 出席了一場記者會 反正發表的同年中有談話 她宣示在新的利益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權力提振經濟 持續各項重當的改革 因應變動的國際出世 並且能夠維持和平和定 加上一間 職業 公司 主要